注意看 场上比分10比8 日本名将伊藤美成拿到两个赛点 以为稳赢 殊不知落后的钱天一爆发出巨大能量 上连史诗级大逆转 比赛中 钱天一把伊藤美成打出了各种无奈的表情包 伊藤美成都快要崩溃了 这是2023WTT新加坡大满贯女单16分之一 一藤美成赛前表示 不需要场外这种操作 让人有点意外 也为她的自大付出了代价 话不多说 让我们欣赏这场激烈的女单对决 首局比赛正式开打之后 伊藤美成率先进入比赛状态 以2比0开局 前天一有些着急 无谓失误偏多 伊藤美成趁势打出了反手的威胁 5比2领先 好在钱天一并没有慌乱 在稳住阵脚之后 靠着自己发球环节的变化开始追分 很快就将比分追到了4比5 不过在形势一片大好之际 钱天一开始失误 在伊藤美成提速之后 他的回球质量明显下滑 给了日本一姐非常多台内直接上手扣杀的机会 伊藤美成在局末阶段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9比4 尽管钱天一没有放弃 一直在试图缩小分叉 但伊藤美成没有给他逆转的机会 以11比6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取得开门红之后 伊藤美成在第二局打得更加自信 前三板的侵略性非常强 一直在主动加质量提速去冲击钱天一 快节奏的打法也让其上来就连得2分 不过在钱天一适应之后 回敬了对手一波2比0 接下来 钱天一和伊藤美成进入到了艰苦的拉锯站 金摇比分 一直打到了6平 焦灼时刻 钱天一靠着前三板超强的控制 迫使伊藤美成连续失误送分 取得了8比6的零线 直接发失误了 在形势一片大好时 钱天一发球和接发球连续出现失误 伊藤美成连得4分 在局末阶段 10比8反超比分 前天一没有轻易放弃 顶住压力 连得4分 以12比10扳回一局 在关键的第三局 二人一上来都打得非常谨慎 比分也非常胶着 好球 直线 漂亮 不好不好不好 你一分我一分 一直熬战至4平 最后 钱天一靠着反手拧拉大角度调动对手 并频繁变线 让伊藤美成疲于应付 连得3分之后 在终局取得了7比4的领线 钱天一不再一位和伊藤美成拼速 打得更多变巧妙 正手也能得分 但是在随后的接发球环节 钱天一处理不到位 让伊藤美成抓住机会 直接上手进攻 逐渐在局末阶段将比分追到了8平 好在 钱天一很快适应了伊藤美成的发球 伊藤美成的正手连续进攻 则显得发不上力 失误不断 钱天一连得3分 以11比8再胜一局 上来一个运气 已经打出自信心的钱天一 在第四局一上来就是一波四笔 在重返赛场之后 日本一姐发起了疯狂反扑 将比分追到5比4 又一个擦边球 让钱天一6比4领先 对了 伊藤美成还是很顽强 一度将比分反超到8比7 伊藤美成回球失误 前天一9比8再次取得了领先 关键时刻伊藤美成突然发力 连续得分后 以11比9扳平了大比分 第五局决胜局 双方展开激烈对轰 伊藤美成努力抢好的开局 2比0领先 前天一在3比2占据优势的情况下 连续出现了反手拧拉失误的情况 状态并不是非常好的伊藤美成 带着5比4的领先交换场地 虽然前天一顽强追平比分 并且和伊藤美成熬战至了8平 但关键球 前天一又是失误送礼 让伊藤美成以10比8拿到赛点 前天一叫了暂停 这个暂停很关键 暂停回来 伊藤美成两次回球失误 前天一比分追至10平 前天一再得2分 以12比10拿下了这一局 最终前天一3比2战胜伊藤美成成功竞技 赛后前天一怒吼庆祝 开心地笑了起来 他能取得这场胜利很关键 对他以后的成长都有帮助 赛后记者问如何赢下一藤美成的呢 我觉得我的心态是比较好吧 然后一直就是平常心 然后也是在赛前准备上比较充分吧 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好 然后自己全体人也很兴奋 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两人带来的精彩瞬间 好球 扛住 哇 这球近 太高了 哇 运气 运气 这局 哎呀 机会直线呀 对于本场比赛 哎呀 你认为伊藤美成输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又是错了 能错两件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就交换不过明天